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 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有一本书曾经评选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100个人 其中我国就占8位 这8位当中 楼桑卫是封建时期的帝王 他们分别是史王嬴政 隋文帝杨坚以及铁木珍 秦始皇结束了三国长期的战乱景象 一统天下 统一文字破碧 铁木珍成其思汗的铁骑 踏遍东亚以及中亚的各个角落 开创出了一个盛大的蒙古王国 然而对于这两位皇帝来说 隋朝只延续到二世隋阳帝的时候 就已经灭亡了 隋文阳帝阳坚 凭借着哪些优势 能够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中国皇帝之一呢 从东西境开始 中国又一次陷入了长期的混战之中 而阳坚的上尉再次结束了这一局面 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后梁与陈这两个国家都被隋朝吞并 琉球再次被并入我国领土 突厥等外部 也愿意对朝廷表示臣服 稳定国内外局面的同时 杨坚还对国内的律法 以及政治管理进行了调整 首先 他取消了一系列过于残忍的酷刑 犯人被判处死刑之前 都需要通过反复的审核 才能够宣判 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政治部门管理上 他首次创立了三省六部制度 让权力部门之间相互牵制 相互监督 同时裁减多余人员 减轻国家开支 当然 杨坚的功绩并不只有这些 科举制 骗拥有才能的人 飞行新货币 方便国内的贸易往来 修建大粮仓 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开通大运河 促进南北城市经济交流等等 在隋文帝杨坚的治理下 百姓安居乐业 国家局势稳定 杨坚的许多政策 例如三省六部制度 对后市的影响都非常大 所以他才有理由 被选为最具影响力的皇帝之一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 请点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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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